各家銀行代表足以分享經驗 希望教他們在各校園辦理的活動內容與成效 讓其他同業學習 這共是議員黃飛鳳與李宇廷辦理的金融教育工廳會 主要是考量近年來的金融詐騙案件的層出不窮 因此議員特別找來銀行業者與市府相關單位交流 希望能提出更有效的防炸方法 很大大約那個數字 所以年輕組織是因為他們的口少 那比例看起來很大 那20到29歲真的說是非常進入數量標倉 可是其實說真的 我們40歲以下的這些青年 其實我覺得對於他們的金錢觀念 有的其實也都不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藉由大家的一些知識 還有你們的能力 然後可以協助我們一些 從小或者是青年 或者是老年 應該退休的一些長者其實被騙了 因為現在詐騙實在太可怕了 除了金融詐騙之外 年輕學子最容易誤觸分歧購物陷阱 因此從小養成正確的金融觀念就相當重要 對此李宇廷就希望銀行業者與市府能協力 將金融教育推廣至校園內 強化學子的理財與金融知識 現在的社會的一個氛圍 我們如何把我們的金融基礎教育 落實到小孩子的身上 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讓小孩子從小就培養 他們理財儲蓄 以及對金錢的一個觀念 讓他們知道賺錢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就覺得最不足的地方 也是最要加強的地方 希望我們公部門這邊能夠吸取這邊的知識 我們的金融這些單位的知識 然後把它落實到我們各個學校裡 雖然政府部門這幾年積極在進行防詐騙工作 但能夠真正杜絕詐騙案件的發生 就是要每位民眾都能有正確的防詐知識 因此從小開始金融教育是有其必要 希望透過公聽會提示廣義 能打造出一套合適的教育內容 讓學生可以建立正確的觀念 期待會不會參加大